各位早啊 今天一樣用預錄的方式齁 今天穿著不一樣,因為今天要去副鎮長回訓 然後等一下我去的時候一定會遲到 因為他們八點半就可以上課 而我的鎮長上班時間是八點到下午的五點 所以在之前的經驗啊 我們台鐵不讓我有加班費 為什麼要加班費? 因為如果我要八點半到的話 我最少這邊操作站要七點半就出門嘛 七點半就要搭上火車 但是台鐵不願意給我啊 然後他們辦的副鎮長回訓的課程 都在新左營站那邊 所以我到新左營站的話大概花一個小時 所以我等一下如果做了3058的話 大概去也九點,就等於遲到半小時 那你一般人說,你這個副鎮長好不負責任喔 上課就上課啊 上課就上課,那還遲到半小時這麼多 然後...然後...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 還遲到還有理由,類似這樣子 但事實上這不是,這是一個勞動權益啊 因為你開課的時間,開課的地點都是你可以掌握的 你這個僱主可以掌握的 那我們潮州站到新左營站 可以搭什麼車次也是你可以掌握的 我潮州站我上班時間從8點開始嘛 那所以我8點以後開始搭車 都算是上班時間 搭358 那所以到新左營然後再走過去的時間 你大概也可以估 這是自使客觀不能的這種遲到 就是說任何人啊 任何人來...照這樣的規定來走的話 一定會遲到 所以之前副鎮長回去的時候 應該說前前次 我就說那我提早7點就搭車 我都要提早搭車了 而且我要提早起床,提早做整理 提早出門 我提早為了要準時到那邊 我提早搭車 我們台姐說不願意給我加班費啦 這不只在我們的站長那邊我問過了 也包括我用類似的一個 詢問的系統的問 也是不給我加班費 好啊,那這一小時啊 你都不願意提早讓我 因為要出門 所發的這個時間 那這當然算公司 有人說啊,這不算公司 很好笑啦 我為了你的這個事情 所以又不算公司 就凹就對了 而且我是從我的工作地 就朝周站到下一個工作地 新左營站 這都是工作地 為什麼我不算公司 所以政府帶頭的凹人 那好啊 那既然我們這個比較遠的車站 你都不把看在眼裡 你只想到你們自己的這些高官 在斷本部 上班時間八點 然後你弄弄八點半就要看上課 你或許有說 欸,實驗上考量 這個公司 染那個訓練時數的考量 那可以啊 你們就辦在朝周站 我一樣的 我朝周站我一樣八點的上班時間 我八點五分就可以就定位了來 所以各位讓各位知道這個現況 這種都是領導的問題 那等一下一樣的 我到那邊之後啊 我也要 我會估 我五點下班嘛 下午五點 那我一樣搭車一個小時 所以我等一下 下午上課 我到四點我就要走了 好我就要走了 因為 除非你願意讓我加班 我沒有說我強制一定要四點走 你到五點走也可以啊 你要上課 你要考試 那你給我一個加班費 我現在從 從這個新左眼站做回朝周 這總算是公司嘛 總算是 在因為你們要 你們要受訓 所造成的一個 我延長公司的一個部分嘛 要給我錢嘛 要給我加班費嘛 我相信不會 好 所以這樣短短的一個直播啊 不是直播啊 就是預錄的直播啊 讓各位知道啊 台地的管理有夠爛 你這是拗前方站 拗遠方的車站 台地也不是突然出現一個叫朝周站的 好 它本來就存在那邊 那你受訓的地點 需要讓這個員工 要花時間的在圖期間 好在行政法上 或是在一些公司送達等等的 在圖期間 這都是本來要的時間 當作不知道嘛 很好笑 很好笑 這種事需要高智慧才可以知道嘛 你就不多說了 好吧 到這邊我去拿早餐 先前面一點 這邊店家他們要 那個出來 這樣切齁 切不太進去 這樣穿一下55688 因為等一下會比較冷 在圖期間它當作不知道 你一個台鐵的車站 那麼多遠方站 那你的局本部 斷本部 本來就在那個地方 那難道你受訓 一定說 一定要在 新左營站 這個斷本部嗎 你們的設備是真的比較好嗎 你的PowerPoint 有那個單槍投影機 爛那不行 好吧 到這邊 早安 拜拜